在东区的黄金地段开了尖门市 大同的经营风暴却还在延烧 旗下的子公司上至二日 已经吞下了第九根跌停 恐怕是大同第三颗的未爆弹 特价品都搬到走廊 要抢现金还是很难弥补前坑 摊开大同集团八家子公司财报 合计总资产2220亿 合计总负债却高达1854亿 甚至华印绿能上至负债比都超过百分之百 你的负债比最好不要超过50%以上 那你看超过50%已经危险 那还超过100% 就代表说你的负债比你的资产还要多 最心痛的还是小股民 证交所公告华印将在5月13中止上市 24万股东的股票沦为壁址 二日股价跌停所在0.34元 还有16万张卖单高挂 对于华印的话你现在是无解状态 因为他伪卖太多了 你可能就是如果人卖还是找机会卖出去 不如卖的话也没办法 对你也算是求藏无门 只能这样讲 银行团也是迟余之央 财长苏建荣透露 16家债权银行共因为大同损失23亿元 最大债权银行台银 更已经提列30亿元被抵贷账 会不会有骨牌效应 银行团真的怕了 传出部分银行终止借贷合约 或要求大同将担保比率从7成提高到8成 也传出台银将尽速召开银行团会议